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比特币judgment day 审判日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是美国的11月5号 那今天也是美国大选投票的日子 那这个开票结果 如果差距很明显的话 应该是会在明天的凌晨 也就是今天半夜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谁是最后的当选人了 那在这个关键的投票日 比特币今天稍早的时候 是已经迎来一波5%以上的拉升 从这个昨天的低点的位置 大概是落在66800多左右 到现在今天高点的位置 已经涨了5.56% 今天一度涨到了70580几的地方 那现在比特币稍微有点回落 回到了7万左右附近 那今天要刚刚聊的主题 就是比特币的审判日 今天这个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是由谁当选呢 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比特币接下来一年的走势的状况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到 不管是谁当选 这个比特币最终 这个去到一个更高的地方 这件事情是不会因为任何人当选 或者任何人不当选而改变的 但这并不代表 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改变 那你可能会说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这个比特币在明年年底的时候 会达到这个区域性的高点 就是这一轮牛市的高点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说可能会落在 就说20万左右附近好了 我们就说明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地方呢 比特币会到达这个20万左右的位置 那这件事情呢 我不相信会因为川普当选或落选 或者是Kamala Harris当选或落选而改变 所以变相你可以说呢 这个中间改变的东西呢 只是比特币现在一颗7万多 到这个比特币一颗20万 这个中间的过程跟它的走势啊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川普当选吧 川普当选呢 我认为这个Vilatility这个波动呢 是会相对来说呢 比较大一些哦 那这个怎么说呢 就如果今天川普当选的话 比特币的这个波动啊 可能会是这个非常大 然后回调也是会非常大 所以慢慢的可能会以这样的走势呢 慢慢的走到这个20万的地方啊 那另外如果Kamala Harris当选的话呢 我认为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回调 然后这也是慢慢的会往上涨 那这个波动呢 会是比较小的 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式往上涨啦 但是最终比特币在明年年底 达到这一轮牛市高点的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参选者而改变哦 所以变相你可以说呢 比特币在2025年呢 依然会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牛市 只是这个涨势呢 可能会因为不同参选有所不同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Kamala Harris呢 他其实不太聊任何加密货币的东西啊 所以变相来说呢 就是让加密货币稳稳稳慢慢的发展吧 那另外呢这个川普是一个比较polarized的人哦 就是喜欢他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他的人不喜欢 所以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 也会常常这个发泄有的没东西 对外呢也是常常这个发表 他是如何支持加密货币哦 所以川普当选的话呢 我认为是会拥有一波暴涨 但是这个跌的时候回调的时候呢 这个波动也是会比较大一些些的哦 那另一个今天要跟他聊的东西呢 就是Polymarket 因为今天就是大选的最后一天嘛 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后呢 Polymarket上这个总统的这个几率这件事情呢 在未来的四年呢 可能也就不会再看到了 那说真的这几天 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研究这个Polymarket的几率 还有这个市场当中的关系哦 那我发觉一件事情真的是蛮奇妙的啊 就任何时候呢 这个川普当选几率上升的时候呢 就是比特币拉升的时候哦 就是在最近的一周 川普的这个当选率呢 当时是从68 67%呢 一路跌到了这个最低的地方 是跌到了54%左右啊 那这个呢 也造成了比特币这一波的回调 大家可以看到呢 比特币在上一周呢 也是从7万将近4千的地方呢 跌到6万6千多的位置 也跌了将近10个%吧 那这件事情呢 跟川普的这个当选几率 跌了10个%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哦 那今天稍早的时候 那从昨天开始呢 这个川普当选几率呢 又再次开始拉开了 从这个53.8%呢 一路到现在又上升到了61 62%啊 那这样子造成什么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从低点到现在呢 比特币也涨了将近5个%哦 所以你可以说 比特币在最近一周的涨幅啊 跟川普当选的几率呢 基本上是完全同一个方向 甚至连百分比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哦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蹊跷啊 因为这个各大主流媒体的民调 都显示出来 这一次选举应该也是一个55波 那为什么所有这些这个 不管是去中心化赌场啊 还是这个线下赌场啊 这个押注的几率啊 这个赔率呢 都是川普大胜卡曼尔哈里斯哦 那在现在可以看到 也是领先将近20几个百分点 但是呢 这个主流媒体做的这个民调呢 却是一个55开的情况啊 那不禁就让我怀疑 这个操纵这个市场 还有操纵比特币价钱的人呢 其实搞不好是同一批人哦 就是同一批人在下注 这个美国总统当选的几率 然后同时呢 他们在影响比特币的价钱哦 那这怎么说呢 就是Public Market这个网站呢 其实他是购买这个币哦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 现在你购买这个川普的币的话呢 你是花61.3cent 那你可以赢到一块钱哦 那我们就在这边随便打个数字吧 我们就说今天假如说 你想赌1万块美金好了 那今天你如果赌1万块美金 在川普获胜的话呢 那如果他真正获胜的话呢 你是可以得到16300多美金哦 那如果今天你是买Kamallari Harris赢的话呢 这个同样是1万美金呢 你将会得到25600多哦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赔率呢 是好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变相你可以说 在这个赔率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是可以进行很多买卖的哦 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呢 可能跟这个比特币市场 还有川普的这个当选几率 为什么会这么correlate 这么有关系 就是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哦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比特币的金鱼啊 或者是加密货币的金鱼啊 他们购买Kamallari Harris当选 作为一个保险哦 那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今天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这个大概率的在短期呢 加密货币的市场 比特币的市场呢 表现应该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哦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 假如说今天是一个这个比特币的金鱼好了 那他可能会想买一些保险 那这个保险怎么说呢 假如说他今天花100万美金 买这个Kamallari Harris获胜 那如果Kamallari Harris真的 这个好时不时获胜的话呢 他就可以赚到这个130几万的这个收益哦 那同时如果Kamallari Harris 这个没有获胜的话呢 那他本身就是比特币的金鱼嘛 那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那他的这个投资组合 这个大概率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得到一个很好的收益吧 所以我就觉得说在Polling Market这边呢 很多人购买Kamallari Harris当选呢 可能是作为一个保险的赌注吧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Early Poll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些提早投票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几个重要的摇摆州啊 这个川普目前都是领先哦 而且领先的幅度还不小啊 在Arizona领先了6.8% Nevada领先了5.5% 然后North Carolina领先3.6% Georgia领先1.8% Pansylvania领先1.7% Michigan领先1.5% Wisconsin领先1.3% 那这个是由Atlas Intel 做的一个这个结果吧 那Atlas Intel呢 在过往的美国选举当中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一个公司哦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几率呢 基本上你可以说 川普当选几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因为往往呢 这个共和党的投票人呢 都是在投票当日才会去投票 那如果这个Early Paul 川普就已经领先的话呢 那你可以说这个民主党 Kamela Harris的当选几率呢 其实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低的哦 那这也是导致 为什么今天Polymarket的 这个川普当选几率 再次拉开 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哦 那最后一个要大家看的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选举呢 这么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人 都跑去支持川普了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过去4年里面 拜登还有Harris的团队呢 真的是把美国带到了一个 接近万劫不复的地方哦 那其中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 当然就是Border Control 就是国界的保护这个方面呢 拜登跟Harris做的非常非常差哦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在最近4年 这个美国发给这些 未合法居民的Parole 就有点像是一个这个 庇护的status 庇护的身份吧 在这边还明显也可以看到 川普执政的这4年呢 这个发行新的庇护身份的 这个数量呢 是来到一个历史新低的位置 也是最近几个decade 最低的一个位置啊 但在最近几年 有没有看到呢 自从疫情之后啊 这个拜登跟Harris 他们的团队呢 是发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庇护身份啊 那庇护身份 基本上就是发给一些 这个未经合法途径 到达美国境内的人 给他们一个这个正规的身份哦 那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 在二三十年前呢 是透过一个正规管道 拿到绿卡来到美国的哦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等了将近十几年啊 那今天拜登跟Harris 在干的事情呢 就是你只要偷偷的 这个偷渡到美国境内 你就可以得到合法身份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对一些正规的 营民的人呢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哦 这也是为什么 马斯克在昨天 这个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可能是 美国最后一次的 民主选举啊 如果这次再由 民主党卡曼·Harris 当选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 在未来当中呢 所有美国的每一州呢 都会变成加州哦 那加州呢 其实就是被民主党 玩坏的一个州啦 就是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基本上 已经被民主党给玩坏了 在加州的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 包含了这个极高的税收 还有这个城市的安全啊 在店里面 常常出现抢劫这件事情 就不要再聊了 那如果这次有点选举 这个再次由拜登 跟Harris当选的话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未来四年里面 会有多少这个 未经合法途径 进到美国地方的人 得到一个投票权 那这些非法进到美国的人 最后拥有投票权的话呢 他们会投给谁呢 这个大概率 应该都会是投给民主党哦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选举 有这么多 曾经一辈子支持民主党的人 都跳出来支持川普 最主要原因哦 那目前看来呢 这个川普当选的几率呢 应该是挺高的啦 我自己深深的相信呢 这一次川普当选的这个margin 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哦 那至于这件事情 到底是正确的错误 这个我们明天的节目呢 应该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哦 OK那我们开始看讯会吧 第一个讯会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币稍早的时候呢 突破了7万啊 那这个是Quindex的头条哦 那这个是发生在 这个大选日的早上啊 那我现在可以看到呢 今天稍早的时候 比特币已经再次突破了7万啊 那在过去24小时里面呢 比特币是涨了2.4%啊 那不只是比特币表现得很好哦 其中这个比特币挖矿公司 也表现得很好 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Samler Scientific有公布他们的财报啊 那他们这个结果呢 是超出预期的26% 那同时也造成他们股价在今天呢 一开盘就涨了7.5%哦 那我们在下一页可以看到 更多消息关于这个marathon 还有riot啊 marathon跟riot 就是两家美国最大的 这个比特币挖矿公司哦 那这边可以看到啊 这不管是marathon digital 或者是riot呢 在最近的一个月 就是10月的时候呢 都挖出了这个近期以来 这个比特币减半以来 最多的一个比特币哦 那在上个月呢 marathon是挖到了717颗比特币 等值是落在了4880万 然后他们的这个算力呢 再次增加了14% 然后也第一次超过了 40xR hash per second 那其中比特币的交易费呢 也占了他们收入的5%哦 那往下可以看到riot riot在上个月呢 也挖到了505颗比特币 等值大概是3440万左右 那这个跟上上个月相比呢 也是增加了22.6%哦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的矿工啊 在这个比特币挖矿 这个市场当中呢 是不停地在蚕食这个市场哦 那最终由这个美国带领的 比特币挖矿产业呢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比特币 新出来的比特币 都是这个made in USA 美国制造的话呢 那这个对于整体加密货币 跟比特币的发展呢 一定也是一个好消息哦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不管是marathon 或者是Ryan呢 他们本身跟川普 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关系哦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一旦川普当选的话呢 不只是对于比特币的币价 会有很好的帮助 对于比特币 还有加密货币整个产业链 其中包含比特币挖矿啊 甚至是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啊 都是会拥有一个正面的效果 下一篇报道 这个作者就认为啊 这个比特币今天稍早 这个涨了3.7%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基本层面 这个出现任何变化 而只是这个很多做空的仓位 被liquidate 就是被爆仓了 那我们往下可以看到啊 这个比特币在稍早的时候呢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啊 就直接爆拉了将近4个percent哦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有很多上杠杆做空比特币的仓位呢 就被爆仓了 那我们去到比特币的liquidation chart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短短一个小时内呢 就有超过将近3000万美金的 做空仓位被爆仓哦 那这也是比特币在短短几分钟 爆拉4个percent造成的一个伤害啊 那在这边呢 每一天都要提醒大家啊 就是今天如果要做交易没关系哦 但是你要做上杠杆的交易的话呢 就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就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是怎么走的 你永远不知道这些金鱼要怎么玩你哦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在交易市场里面 上杠杆做交易的话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会成为这3000万美金 被蒸发掉的其中一个受害者哦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 这个为什么比特币爆仓 会造成这个价钱的挤压呢 你可以把比特币爆仓呢 想象成是一个催化剂吧 就是今天假如说有很多空单爆仓的话呢 那比特币的价钱呢 就只会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哦 所以我们就说在昨天比特币 66000多的位置 然后很短的时间涨到了7万 涨到7万呢 造成很多做空仓会爆仓的话呢 那他们就要回补嘛 变相来说呢 他们就要再购买比特币 所以就会把这个7万价钱呢 推到可能7万2或7万3 甚至是更高的地方 然后又造成更多人爆仓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cascading effect 就是当一个做空仓位被爆仓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大的概率 会把价钱推到更高的地方 导致更多的做空仓位被爆仓哦 那相对的做多仓位被爆仓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变卖手中的这个仓位嘛 所以你也可以说呢 做多仓位被爆仓的时候呢 比特币可能就会砸盘到一个更低的位置哦 就今天假如说比特币从7万4跌到了这个6万5 然后造成很多做多仓位爆仓了 那做多仓位爆仓之后 在6万5这个地方 他们就要变卖这个手中的比特币 所以就会把比特币砸到一个更低的地方 与其6万5可能会被砸到5万8 5万9 甚至是更低的位置哦 那这就是这个上钢杆交易的这个市场啊 就是它比较像是这个比特币市场的催化剂吧 就是当越来越多做空仓位被爆仓的时候呢 比特币就会爆拉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那这都是短期的啊 最终还是会回落的 那同时呢 这个比特币在下跌的时候呢 做多仓位爆仓的数量大增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把比特币的价钱砸到一个更低的位置啊 那我相信这个做多仓位爆仓 怎么样影响市场呢 我相信有更多这个可以比我解释的更好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Google 或者是YouTube上面找影片学习哦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10X Research表示说啊 这个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Long Bitcoin Short Selana 就是做多比特币 然后做空 Selana 那在这边它说的是 Selana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山寨币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哦 那10X Research表示说啊 这个 Selana的这个交易量啊 在前几个月达到一个高点之后呢 就是有一波回落啊 那它相信售的价钱呢 会在接下来迎来一波回调哦 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是SOL上面的一些交易量啊 它认为在前阵子达到一个高点之后呢 目前是一个回落的状态 那它相信呢 这个SOL的币价呢 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哦 那说到这个呢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Solana单独的事件啊 那在现在比特币走势非常非常强势的情况下呢 任何山寨币都必须take the backseat 就是都必须坐在后面的乘客坐哦 那哪天山寨币的走势迎来一波反转的时候呢 才是山寨币开车的时刻 比特币坐车的时刻哦 所以现在呢 所有迹象都还是显示出来 比特币的市占率还是非常非常强势 比特币还是非常非常强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所有的山寨币不只是瘦 包含了这个以太币啊 或者是ADA爱达币啊 都必须take the backseat 就是坐在后面 好好享受比特币开车的这段时间哦 下一个讯号给大家聊的是 Mongax昨天又再次转移了2.2B的比特币啊 那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Mongax转了这2.2B的比特币呢 就会为这个比特币市场带来更多的卖压啊 那往下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哦 在这个最近的四天啊 Mongax一共转了这个2.2B等值的比特币 那总额是32,871颗哦 那其中的296颗呢 是被转移到了OKS 还有一些其他的交易所啊 那很多人就在说呢 这个可能是这个Mongax 是要继续变卖更多的比特币啊 但是这边的好消息是呢 Mongax现在持有的总比特币量呢 只剩下1万2千多颗左右哦 大概是810M就是8.1亿美金左右啊 所以这个Mongax的卖压呢 即将就要画下一个句号吧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而不是一个坏消息哦 因为810M的卖压呢 这个比特币的市场呢 是绝对可以扛得住的哦 所以变相来说呢 把这个Mongax的这些卖压这个消息 Mongax的FARC给永久这个剔除之后呢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迎来 真正的比特币风流涨势了 今天最后的学校跟大家聊的是 MicroStrategy 那我在上周呢 聊过这个MicroStrategy 他们想要这个筹资 高达42Billion 去购买更多的比特币啊 那今天这个CoinDesk的记者就表示说呢 这个计划呢 It's not without risk 就是它不是没有风险的哦 那我看到这个呢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是在讲废话嘛 在投资市场里面 难道有一个投资 是可以这个完全毫无风险 然后让你爽爽赚钱吗 当然没有哦 今天风险就是回报 今天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 今天有高的风险才有高的回报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作者 使用这个东西当标题呢 我就可以知道 它的投资水准在哪里了 就在投资市场里面 怎么可能追寻一个 这个毫无风险的投资标的呢 毫无风险的投资标的呢 代表的就是 不可能会有这个投资报酬率哦 那我往下可以看到 它是怎么讲的 它表示说MicroStrategy 在2021年的时候呢 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 筹到非常非常多钱 去购买比特币哦 但是当时呢 这个他们做这件事情利率是零啊 但是在接下来几年 这个环境可能会改变哦 那MicroStrategy要这个借钱 买比特币的这件事情 可能是要付出去利息 这个利息没错 就是一点多percent哦 那他这边讲的 好像是个big deal一样 因为现在不管你是要买车啊 或者你要买房子啊 这个利息都基本上在五到六之间哦 那在这边 MicroStrategy可以透过 一点多percent的利息 去借到这么多钱 去购买比特币 这样一个最优质的资产 这个是任何一个有脑袋 跟有投资逻辑的人 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在下面 他使用另一个论点 是表示说啊 如果MicroStrategy 某一天开始贩售比特币 开始卖比特币的话呢 那在比特币上 这个大量的收益呢 会带给他们很大的 这个税金的问题 很多税务的问题哦 那这个也是 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MicroSeller 已经多次说到说 他购买比特币呢 是不会变卖任何比特币的哦 因为他认为 比特币就是 Exit Strategy 就是他脱离这个体系 唯一的办法哦 但是今天这篇作者就认为了 这个MicroStrategy 某一天开始 卖比特币的时候呢 也是相对程度的风险啊 那看完这些内容呢 就可以知道 这个作者的水准在哪里哦 就跟他设标题一样哦 就是MicroStrategy 透过1.多%利息 借来42Billion 购买比特币的这件事情呢 是存在风险的哦 那再次说一次 这个废话 当然存在风险 在投资市场里面呢 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 对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帮忙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